二少爷 怎么了 老爷有交代 说你不能闲着 那就怎么样 那就 麻烦您把这空吐蕃 送到刘渣庄去 一共十三两银子 这送活在你收好了 对不住了 二少爷 好热啊 过来 兄弟 我 过来过来 什么事啊 帮我个忙啊 把这款布 给我送到前面的刘家庄 刘家庄 我给你三两银子 三两银子 你等我玩吧 不够啊 五两 你先拿着 五两 我全身上下就十几文钱 我找不开呀 找不开不用找 好嘞 来 我十三两银子回来 但只交回来八两 说是花了五两银子 找了个挑夫 五两 他把该给杨掌柜的药材 给的那个张老板 把该给张老板的银子 却给了那个姓杨的 这个张老板呢 还算厚道 把那么样 药材都退回来了 可那姓杨呢 他却穿那一千两银子 溜之打极了 我昨天让他送包样茶 到清泉堂 但是今天一大早 清泉堂送信说 昨天一天都没有见到 二少爷的影子 那他去哪儿了 那他去哪儿了 他现在人在哪儿 星一啊 你虽然被我耍了 可是坦然认输 那份磊落 我很佩服 来 我敬你一个 一对三 这份胆气 我更佩服 我 我再敬你一碗 可我就不明白了 我女儿已经嫁人成亲 你为什么还惦记她呀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这又何必呢 人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我这么跟你说 四叔 我沈星一长那么大 从来都是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我从来没有受过这种委屈 栽过这种跟头 栽的第一个跟头 就栽在你女儿身上了 我一定要把她收回来 星一啊 我女儿是属野猫的 她如果不心甘情愿 谁都收不了她 那我现在就发誓 我对天发誓 我沈星一这辈子 一定要收了周盈 好 我就等着瞧 干 可月生的丑 什么时候能报啊 我这把老骨头 还能看得这一天吗 我侧她 娘 放心吧 快乐 什么时候 奶奶 奶奶 我给您请安来了 太疲惫了 昕儿给你请安来了 昕儿 没事吧 昕儿 昕儿 没事吧 昕儿 来来 快去 怎么回事 奶奶 你怎么上房顶了 喝醉了你 你喝醉了你 娘 你怎么也上去了 昕儿 才什么时候啊 就喝成这样子了啊 爹 爹啊 你别生我气啊 我跟你说个秘密 求真好东西 行 你给我起来 起来 老爷 走 爹 老爷 走 爹 老爷 走 爹 爹 快慢点 老爷 爹 老爷 爹 爹 我叫你去送土布 你找超夫 现在一捆土布 才挣个一两银子 你找个超夫去花五两 走 我让你送银子 你送错人 我让你送茶叶 你都不见踪影 干个跑鸡都干不了 你还能干什么啊你 我淹死你这个逸子 逸子 陈三海 你要给孟子仙儿 我就碰撕在你边前 别别 走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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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呀 你别护着她 今儿她有什么过错 你教她就是了 哪怕她是个废物 她也是你的儿子 你个混蛋 我是四海 京儿 京儿啊 没有她这个儿子 为什么 我在别人眼里都是想当当的人 为什么在你眼里我什么都不是 我好想我大哥 他要是在就好了 你就不会每天都溜了 奶奶也不会每天都爱神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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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也不会像现在这么爱 爱我 娘 我真的 我真的不想错失了几尘人 我就想每天吃喝玩乐 老老实实做我的二少爷不好吗 严稍已经不再了 以后 你就是沈家的定量柱了 定量柱 我做不了 我真的做不了 我不是大哥 星儿 千万千万不能泄气啊 星儿 不能泄气啊 星儿 我的星儿 你要你 就算喝酒 也不应该喝那么多 就算喝多了 也应该在外面醒了酒再回来 你就算回家 这不是该躲着点老爷走啊 你就算遇到了老爷 你也不要那么放肆嘛 你怎么比我娘好还多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二少爷 咱把酒戒了好不好 我不戒酒 为什么呀 我喝酒 我 不是为了寻开心 而是为了忘记开心的日子 那些大哥还在的日子 还有那些 还有那些 我吃早一些 我今天没试过 你再喝酒 或者数换 我说你 我还是做什么 你懂得 是怎样的 你 你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